接下来咱们把这两个练习做完 这两个练习的已经具简单了 大家 我也不会给你们写什么明星不明确了 是吧 这里能说一遍就完了 首先第一个 打印9918点 第二功能 具简单点了吗 有结果吗 没有 没有 没有ID 这个 服务一下99 是吧 有参数吗 有的能不能说没有 有的能不能说是吧 还挺正义的 y等于1 y小于等于x y++ 是这个 我们这个可以不用有参数 但是别着急 一路我给你们说明这个问题得了 那 有的能不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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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再来一个 哎 搞定了 是吧 那老师你这到底对不对呢 对不对怎么办呀 测试一下 是吧 不是那99 那 我们测试一下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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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方便 是吧 是吧 前面上还有一个 是吧 这个 结果是什么 倒数题 是不是我们说的不符啊 是不是差啊 是吧 是吧 肯定是吧 有什么 一个字母嘛 对吧 猜数呢 分数啊 对啊 这分数呢 大家我们这怎么一定能印的了 好吧 因为大家知道有个分数 是不是有这个什么92.5啊 对 那大伙 对吧 我们一定能印的了 是吧 就方便一些 然后呢 这里边啊 POPLIC STATIC 返回一个CHAR 然后那GADLEVEL 获取一个等级 你得给我一个分数啊 什么Total 是吧 这都可以 或者说 你这写什么样啊 Number 言行啊 在你这里边写什么呀 大家可以看 咱是不是要对一个范围性判断啊 对吧 用到一副语句了 那那么一副语句怎么写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如果Number 大于等于90 并且Number 小于等于100 是吧 是的 那老师不许再过号了啊 就不知道怎么样啊 就返回一个叫做 就返回一个叫做A 是吧 如果这个 如果这个Number 大于等于80 并且Number 小于等于80 能办法返回谁啊 这能看懂吗 我问的是大家 这用写还有什么 这用吗 我就写两句得了 用不用 这时候我可以不用 可以 要为啥吧 因为你满足的时候结束了嘛 我管你还读不过这个啊 对不对 有个人问老师 你看你这个 万一你怕得不满足 你怕得读这个吗 是的吧 他说老师满足了不也读这个吗 对吧 只问我这里面写的是RT 听得明白了吧 RT就不读下面的东西了 能懂吧 这是可以省对了 那么有的哥们说老师 RT好多啊 别写摩尾肯吧 那写啥呀 你你反过去不确定啊 那又有招嘛 那也是叫做来我嘛 当哪儿了 来我这确定吗 不确定 那些不说实话嘛 那人妈呀 来我等等 我写错了 这里面再来这个 来我等 我写错了 大家是那一行 是那一行 是那一行 对不对 写L是吧 是呀 我跟你讲啊 我跟你讲啊 就是有个人说不确定啊 为啥 不确定有结果呀 我跟你说一下 比如说这分 把这95分好吧 如果95大于90欧不啊 95小于100欧吗 欧了 满足吗 满足了 复值吗 不值了 然后再判断 如果95大于80 95小于等于89 是不是判断的呢 有意义吗 没意义嘛 人家本身的区间发现 已经判断完了 干嘛判断这区间呀 懂了吧 所以怎么办 一个分数 是不是在一个区间 肯定有一个情况 去满足的 所以其他区间的判断啊 不是判断怎么办 要自己公告大家 这不是我们说 第三种格式吗 是不是啊 就因为第三种格式 方便吧 就是什么样啊 对于数据应多层次判断了 对吧 但是只要有一个 满足了 是不是结束了 只有谁 那 然后刚才那又怎么样了 冰茫冰茫 开始判断了 对吧 就改吧 70 79 60 69 那有没有 还有个60以下呢 是吧 嗯 然后这东西写完了 想干嘛呢 哎 先冲动一下 不像是不改啊 难得写 反回一个 来哦 搞定了 这哦 这个 这哦 这个 有的哥们说 只要是 什么样了 只要是 小于 60 就 全都是 E A D C 哦 我这意思吧 手不进去啊 这多事儿 200啊 哪想的 你 你说200啊 那得先 那得是运行才能看起来 我 是这意思吗 我说的是 编译 是这意思吧 嗯 大家看 就挂了呀 你编译都没过去 你还几百啊 懂那意思吧 哦 哎 哪瓜呢 可能商人出手了 这是为啥呢 148 大家 我说一下 我给你们单独分析一下 编译和运行这两部分啊 编译都干了啥呀 运行又干了啥呀 编译啊 他的主要职责在于 什么检查你的代码啊 对啊 检查与法错误 大家 你那个职事级 大于级 跟他没什么关系 能听懂啊 人家不带着你运算 那 谁带你运算呀 运行的时候 虚拟机才帮你开闭空间金预算的 能理解了吧 那么在那里面看一下 大家 来我是不是变量 那么是变量 是 那么是几 不确定吧 哎 那么人是几个都没关系 懂我这意思了吧 他还只是简单语法 那么简单看 If IOS IOS 万一这四个 这五个全都明白 这怎么办 有可能吧 听懂的意思了吧 有个哥们说老师 我明白你的意思 小于六十 怎么样啊 或者啊 Number 大于一百 你说我犯的全吗 哪里犯的到 啊 复数啊 我这还不够全啊 我六十到一百之间 有吗 六十和一百之外 有吗 有 全了 全了 那怎么还不行呢 老江 人家编译器不管你这 南波指导的 什么发生之内 听我的意思吗 人不做这判断 是你在做而已 你也为他到位 他只检查与法处 他认为说 你这几个条件如果都不满足 你这函数 就没有结果 我说对吧 那就完了嘛 他有个哥们踩杠子 老江是不全看得完了吗 这个 他不知道这数值是几 他也不会去判断 你这六十啊 一百六十九啊 六十 他不看这事 懂了吧 那谁看呀 运行的时候 虚拟精神看这数值呢 他来真正的拿着 那你传下这数 我再判断 他是不是在九十和到一百之内 听得懂了吧 这个叫做语法错误 编译就失败了 O了张 O了 这怎么写的啊 你只要不在这 ABCD等级范围之内 是不是 都是意义啊 是不是啊 什么这那大一百 小一六十 都是这范围之内的 这不是就完了吗 能力点吧 大家 哦 那有个人怎么办 老师不百会 我输出行吗 行吗 行不 可以吗 这是可以的 但是 这叫啥也是 思路错误啊 你把等级给我 我没想输出 你干嘛要输出 听什么啊 你该做你做的事就可以了 剩下的把这给我 我怎么做这是我的事 那这个就是大家定义 韩总说的 一定要注意一个思路问题 思想问题 好了大家 这小声音O了吧 行了 不再废话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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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